随着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 日本的海鲜产业正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海鲜运输中断 因为来自欧洲的航班避开了俄罗斯领空 大幅减少了从挪威抵达的数量 并堵塞了日本的供应链 在东京市中心的一个市场 海鲜销售商已经为坏消息做好了准备 由于担心成本可能进一步飙升 他们争先恐后的增加供应 昭和食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佐藤玉梅子说 我们一丝储备一年的三文鱼 所以目前还不错 但价格正在上涨 不仅是俄罗斯三文鱼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三文鱼 很夸就是捕捞忘记了 如果三文鱼不到日本 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已经建立了新的航线 但进口商表示 他们的利润率仍受到挤压 因为新的航线更长 海洋贸易公司总裁金子直述说 飞机的飞行距离变长了 这推高了成本 我们现在不得不比过去高得多的价格 问客户销售产品 当然这也导致零售店销售额的下降 我们目前需求仅为平时70%到80% 2021年 俄罗斯约占日本海胆进口的80% 占日本螃蟹进口的近一半 然而作为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回应 日本决定取消俄罗斯的罪于会国待遇 这将提高某些海产品的关税 例如螃蟹的税率将从4%上升到6% 这进一步推高了成本 让日本雪上加霜的是 日元大幅贬值 令进口商品变得极其昂贵 这引发了人们对日本食品安全的质疑 日本国家资源研究所所长 柴天赵夫表示 疫情扰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 此外还有高油价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堆积如山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加剧了这一困难局面 我认为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日本而言 它正在与日元贬值做斗争 如果情况继续下去 我们将没有能力再进口 感谢观看